你们能不能看得到我是不知道怎么搞 然后我昨天晚上弄了一下 不知道也对不对 阿斌没有来找你吗 没有他今天没有找我 叫什么 他今天昨天都没有找我的 叫什么 不知道他在干嘛 反正他不来找我 是对的 我也懒得看他 懒得跟他说话 对不对家人们 我在跟你们聊天 然后小白就在旁边躺着呢 他一直跟我 他一直看着我 可能他也不清楚 我为什么自己在坐在这里聊吧 他就看着我在让你一直傻笑呢 笑什么你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看看宝宝可能很可爱 对的 我叫小宝很可爱的 他不哭不闹 饿了他就吃 想睡觉他就睡觉了 醒了醒的时候也是 直接就睡醒了 然后就躺在那里 就走看一下 又看一下这样的 他要是困到什么的话 我肯定 肯定就是一个人 可能想着那个的话 都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就反正就是一个人 对 怎么了 这什么 这什么 哎呀我好想给你们看一下的 主播是哪里的 家人们我是我是四川的 我是四川的 怎么了 怎么了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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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躺在那里 好 啊 哎呦 哼哼 哼哼 嗯 要是想 要是能给你们看的话 我真的好想给你们看一下 他太乖了 来咱家人们 我们一边聊天 一边一边点点点点点赞 好不好 黑妹你的皮肤是真的黑 对的 家人们 我今天没有 我今天没有擦脸 我今天没有擦脸家人们 然后我皮肤只是很黑的 哼哼 你认识没吗 不认识呢 家人们我不认识呢 我不知道呢 家人们 那咱们一边聊天 一边点赞赞好不好 然后讲家人嘛 你们想跟黑妹成为家人的哈 你们想陪伴黑妹的 就可以点亮 可以都出一个逗逗 点亮一个粉丝灯牌 左上角这里 你们关注黑妹就可以看得到 左上角这里有一个黑妹 我的名字那里 我的名字那里 可以点亮一个粉丝灯牌 然后进去的话 咱们你们就可以看得到 在下面我发了一个图片 然后你们可以试一下 那个 好不好 好家人们 进去了 你们能看得到吗 刚刚 刚刚咱家有个姐姐进去了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看得到 幸福妈妈 阿兵呢 不知道呢 我不知道她 我不知道她今天 昨天 昨天今天在干嘛呢 我不知道了 家人们 她昨天今天没有来找我 跟小宝 我也不知道她在干嘛 哎呦 你不要玩口水 好不好 好吧 她一直在让你笑 她妹皮肤好健康啊 没有一点吧 对的对的 我是确实是这样子 家人们 我的皮肤是很黑嘛 然后就是脸上的泪水是没有的 脸上是没有什么长 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东西的 但是我也 但是我也羡慕 他们那些皮肤白的呢 我羡慕皮肤白的 皮肤好的 干 然后坐着哈 她一直在看着我笑呢 家人们 她肯定是奇怪了 我对着你们说话的时候 她就肯定是奇怪了 就不知道我在干嘛了 阿兵不敢了 找你 就是前天晚上 你们也看到了吗 家人们 前天晚上说 我们家人们 你看 有几千号人都在看着说 她要是在那样的话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叫外面的人 就可以叫隔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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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叔叔阿姨过来 怎么怎么的 然后她不是立马就走了吗 她也其实她那样的话 肯定也是怕嘛 就是怕我真的会叫她妈妈 然后她就走了 然后她就走了 就昨天也没有来 今天也没有来 哎呀 哎呀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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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什么 表哥是哪里人呢 表哥啊 表哥是我妈妈那边的 表哥是我妈妈那边的 全都不要跟她走 好好好 哎呀 怎么了 哎呀 哈哈 她在跟我玩呢 哎哟 她的 她很调皮的 家人们 她现在在床上 在自己玩 她自己的 然后就一下 玩她 玩好了之后 她又让我去看她 她一直对我笑 哦 哦 对的 都是四川的 但是妈妈 不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嘛 都是四川的 但是四川也很大的 不要玩口水 不要玩口水 要是宝宝 要是小宝可以出来 的话我就给你们看 但是不能出来 我明天给你们看一下 好不好 小鸡鸡 两个小鸡 两个小鸭 来 来 整整整人们 我们一边聊天 一边点赞赞 好不好 不行的 不行的 这个姐姐 我也想给你们看了 但是这里面不能出来 它还小 不能出来的 所以没办法了 不行的 如果要是可以出来的话 我就给你们看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吗 他高兴得很 他高兴得很 带小宝一起来 不行的 家人猫 我要是带出来的话 我就不能跟你们聊天了 咱们就不能 我带出来的话 咱们就不能聊天了 来咱家人猫 有没有没有关注 小宝不能 对的 对的 这个平安美 平安美 对对的 漂亮 没有了 家人猫 没有了 阿宾妈妈 抱小孩 没有的 没有的 就是他当时不是在路边等车吗 然后我发现了及时 阿姨 阿姨把小宝不走了吗 后面我回去的时候 我发现 阿姨跟小宝不见了 我就赶紧追出去吗 就追到路边上的时候 我就追到他了 他那个时候在等车 刚好车子没有来 要是说 那会儿 在我还没有追到他的时候 要是有车的话 肯定就被他抱走了 然后我就追到了 没有车子来 然后我就把小宝抱回来了 不怕 可以看的 别的直播间也有 不行的 这个哥哥姐姐 还是什么 叔叔阿姨的吗 不行的 再什么 不行 我之前也不懂 因为我有过一次 你们知道吗 就是 那个时候 我带着小宝去找阿兵嘛 然后我就背着 我就背着的时候 就不是出来了吗 出来了之后 就被安排了 安排了 后面我就不能跟你们聊天了 等待 黑妹阿兵给你钱 没有 没有的 没有 他 他对我提的要求呀 他是 他想 他想 他说 他可以给我 他说 他说他说他可以给我 但是 他他说他可以给我 但是 叫我同意他的提要求吗 你们有没有知道 就是前天他说的那个 前天他说的那个 你们有没有人知道的 就是说叫我接受他吗 那家人们咱家人们之前 他阿兵说的那些要求 你们知道的有多少人 来扣个一给我看一下好不好 在屏幕上扣个一给我看一下 你们有多少人是知道的 来咱们家人们知道的 打个知道好不好 这个等待是知道的 难道只有他 还有一个 两个人 难道只有两个人知道吗 三个人 有三个人知道了 你们还有人知道吗 四个人 五个人 对啊 原来 九百多号人 都知道 只有几个人知道 是吧 就是说 他说他可以帮助我 他可以给我米 但是说给的前提是 他说 他说给的前提是 要我接受他吗 要我原谅他 他才能给我 那家人们 你们说他这种要求 他是真心 他是真心 想对我好吗 你们说他这个要求 他给我说的这个要求 你们觉得他这种要求是好的吗 他是真的想帮助的话 他就直接去帮助对不对 他为什么反而对我提要求呢 你们说是吧 家人们 如果他真骗好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我也知道 嗯 我这个我去考虑吧 家人们 我去考虑一下吧 但是现在我也不知道 现在一时间我是不会原谅他的 给阿宾两个月时间 好的 家人们 你们每个人都说 你们每个人都说 给他一个时间 给他一个时间 让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他到底改没改 那我就听你们的话好不好 我们就给他一个时间 看他 看他是不是真心改什么的 感谢微笑有酒窝 谢谢姐姐送的礼物 来 姐姐你手中有票的话 可以不用给礼物 对姐姐 微笑姐姐你 你手中有票的话 你就给黑妹一个粉丝灯牌好不好 姐姐你手中有票的话 就在上面 在这里 在这里 关注了黑妹的话 你就可以看得到黑妹两个字名字 你就进一个 你就点亮一个粉丝灯牌好不好 粉丝团 咱家人们有没有想进粉丝团的 只要一个逗逗 你们手中只要有逗的就可以进啊 家人们 谢谢 谢谢点亮的粉丝灯牌 感谢 谢谢我姐姐们 谢谢哥哥姐姐们 点亮的粉丝灯牌 然后你们 然后你们点亮粉丝灯牌之后 你们就可以进入 进去的话 你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公告 对不对 你们能看到一个公告吗 家人们 你们能看到一个公告吗 那个公告里面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哈 家人们 只有 只有点亮粉丝灯牌的家人们才能看到到那个公告的 没有点亮粉丝灯牌的家人们是看不到的 感谢林宝金 感谢这个哥哥 应该是个哥哥吧 看名字 粉丝牌弄不来 平安美 这个姐姐 就是你手中有痘的话 你手中有痘的话 你就可以点到这个名字上面哈 你就点这个 我手指这个地方 黄色的这个地方 你点进去就可以加入进去哈 只要一个痘痘 谢谢 谢谢家人们 哦 你站站都点了一万了 感谢家人们的陪伴 谢谢 你们刚刚刚进去的家人吗 刚刚点亮粉丝灯牌的家人吗 来 你们现在在直播间吗 就是说你们点进去了之后 你们能不能看看到一个公牌公告 你们能看到一个公告吗 看到了 是吧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到底能不能行 我也不知道 我 我是想跟你们聊天的 就是想一起大家一起聊好好聊聊天的 然后我就弄了一下 我不知道弄了弄好了没有 我也不知道 感谢这个凯贤婆婆 谢谢 谢谢加入粉丝灯牌 谢谢 感谢点亮粉丝灯牌 谢谢家人们 谢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感谢你们对黑妹的支持与陪伴 你们可以试一下那个 我是昨天晚上我研究了才弄出来的那个公告 然后我不知道能不能行 怎么啦 口水都流了 那你好好玩一下 哎呀不要 那家人们刚刚进了刚刚点亮了粉丝灯牌的家人们 抠个抠个抠个机给我看一下好不好 你们那个点进去了之后公告你们看到了没有那个公告里面的那些内容可以吗 公告里面的那个公告里面那个可以使用吗 家人吗 就是粉丝灯牌里面那个公告的那个公告可以使用吗 咱家人刚刚刚刚刚进入的刚刚进入的那个看不到你们只有进了粉丝团 只有进了粉丝团的人才能看得到的叫什么 只是关注黑妹是看不到的 然后你们关注了后面手中有痘的话 只要一个都就可以点亮左上角这个名字里面进个进一个粉丝灯牌 进一个粉丝灯牌的话 应该可以是吗 啊这个微笑有酒窝这个是他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前面有带着黑妹两个字 他是已经加入粉丝团了家人们只有加入粉丝团的人才能看得到的 在左上角这里在我手指这里手指这里点亮点亮一个点进去点进去加入的话就可以看到那个了 但是我不知道那里面那个东西可不可以使用啊 我们今天这里我们今天这里的一天都是天气不怎么好 你们那边呢你们那边家人们你们你们的家乡最近天气好吗 昨天晚上有个阿姨她好幸福呀家人们你们有没有看到 昨天晚上我直播间 昨天晚上我直播间的一个阿姨她超级幸福的 她在香港她在香港也在广东 然后两边都在玩着两边都在住着 她说她60了 然后吧就说不用上班 她儿子对她很好叫她好好休息 她儿子给她每个月零花钱多少多少的 那个阿姨今天没来了 我我都她连续来了好几天跟我聊天每天都在这里 然后她今天可能这个时候应该还在忙 然后也没有来了 哎呦我最近好烦啊家人们你们说我该怎么做才行啊 那我已经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家人们你们跟我说一下我这个事情的话 我也没有 我身边也没有人能诉苦的 我身边也没有也没有人 呃为我这个事情我该我能去给他们讲的人 我只有在我只有在这里跟你们聊一下我的心事 只有在这里我跟你们聊一下我的事情 所以说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家人们 你们给我提一下意见好不好 真的好迷茫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家人们 你们怎么都不跟我说话了呀 你们怎么都不跟我说话了呀 家人们 怎么了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好 躺在那里玩游戏吗 玩玩玩玩具吗 来给你这个帽子拿着玩 他又在那里 他又在那里那个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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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啦 哎呦你别闹嘛 他在旁边 他在旁边叫着 怎么了怎么了 那你想坐起来嘛 那坐起来嘛 坐起来嘛 坐起来 哎呦你不能这样子嘛 你不能这样的 他想 那根什么 没加着帽 我们一边聊天一边把赞赞点上去好不好 小宝是不是饿了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我刚才 我刚刚才给他吃了的 吃了之后 吃了之后他就睡了一会儿 然后我再跟你们聊天的